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伊朗当局表示 两名外汇交易员因涉嫌囤积金币 和试图操纵价格而被处于绞刑 在美国总统川普退出伊核协议后 伊朗经济正因美国重新实施制裁 而步履攀山 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 瓦西里·马茨卢明和莫罕默德·伊斯梅尔·加塞米 被判犯有在地球上散布腐败和非法交易罪 这些交易破坏了货币市场的稳定 两人都被处以绞刑 现年58岁的马茨卢明被伊朗媒体称为硬币的苏丹 他在7月份被捕 这是德黑兰对未经授权的交易和走私的 大规模镇压行动的一部分 他拥有两吨金币 加塞米是他的同盟 在川普5月份退出伊核协议后 这位伊朗人囤积了金币和其他避险投资 当地货币里亚尔大幅贬值 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 已经从去年的1美元 对40,500里亚尔左右暴跌至13.5万里亚尔 据中东研究通讯报道 伊朗当局试图通过引入单一的官方美元汇率 来稳定货币价格 但这并没有阻止黑市的平行汇率 国际特资组织说 另有数十人因马茨鲁明和加塞米面临的类似指控而被判刑 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伊朗当局对这些令人发指的处决行为 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再次无耻的无视生命权 今年8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成立了特别法庭 以处理涉嫌金融腐败的犯罪行为 在地球上传播腐败是伊朗伊斯兰法律规定的最高罪行 并被强制判处死刑 伊朗司法部门似乎广泛适用该法 例如今年早些时候在伊朗因间谍指控而被捕的几名环保活动人士 已被指控犯罪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